風雨嗖嗖 原本該挺直的樹都被吹彎了 帳篷更是慘烈 布料幾乎被吹飛 掉落在一旁草地 只剩下骨架孤零零的 還在支撐 往前走 更有好幾頂帳篷 耐不住風雨直接垮下 這裡是號稱 全國最美海景露營區的 高雄奇境勝地 現在一片狼藉 風橋宇宙啊 因為這個地方 因為他說 你看整個支架都剩支架 你覺得我怎麼會這樣 風太大 大風吹把旗經帳篷區被吹了 你看到支架整個都被吹垮了 事實上一個月前 杜舒瑞颱風 帳篷區災損嚴重 如今是雪上加霜 帳篷內擺好的桌椅和電扇 也就這樣倒在地上 更有露宿直接被連根拔起 橫躺在道路 帳篷布就這樣掛在骨架 被風吹呀吹 民區近白頂的帳篷幾乎全毀 業者損失慘重 不知何時才能恢復營業 另一頭網美聖地愛情海裝置也出現災情 藍白風的希臘風建築 直接被劈開裂成兩半 從另一個角度看更是驚人 大量的木頭殘骸就這樣散落一地 完全看不清原本的樣貌 現場猶如廢墟 這回海葵颱風肆虐 帶來影響難以估計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